年紀大了很多事情卻可能越看越不明白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二到周五因为一起读 我所理解的游戏就是买 然后玩 然后期待它出下一版 或者期待更好的游戏出现 但是现在玩游戏 可能很多游戏是免费的 你也知道手机游戏下载就可以让你玩 那你会想这游戏公司赚什么 就是用皮 什么是皮呢 简单说就造型 但我们很简单的在英文里面就叫它skin skin就是真的皮肤的skin这样 所以这种game里面的skin gaming skin 现在它的产值 就是市场的规模已经到了500亿 一个billion是10亿 所以50个billion就是500亿这样子 很可怕 你不觉得吗 50个billion的industry 那我们就从里面来学一些东西 像我们刚刚讲的很多游戏是免费下载的 那难道就叫它free game吗 大概也不是这么说 所以它有一种模式叫做freemium 有一个字叫premium premium这个字 我都觉得不是很好理解 因为要看你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它可以被理解为就是高档的 很棒的 像例如说我们加油 就你到加油站去加油 那我们说98的油就是比95的贵 对不对 所以98的油就叫premium gas OK 所以premium gas 高级油对吧 那premium在另外一些地方 像例如说 你买卖东西 你赚到的这个差价或之类的 也可以叫做premium OK 那保险费之类的premium insurance premium 所以premium这个字就是 在一个量里面 那个多出来的那个部分 我们那个多出来的部分 就叫做premium 所以你从一个东西里面 赚取的一些利益或之类的 虽然说你也可以叫做profit 可是premium这个字 在某些内容里面 我们也是会看得到的 所以premium既然是你可以赚到的东西 那什么叫做freemium 好你大概就可以用一种理解的方式 来理解这个字 freemium 所以很多游戏是freemium games OK 我来确认一下这个字 有出现在这个文章里面 好 其实这个文章写得不错 我们先一段一段来稍微解析它一下下 所以它的第一段说的就是我所理解的 对于这个游戏的一种 我们传统上理解游戏是什么东西 so for decades 持续了好几十年来 gaming was built around the single purchase of a game that you played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a new one was released 所以游戏呢 就是在在这一个概念上建构的 围着这个概念建构 so gaming was built around around what 围着什么建构呢 就是单一的一个购买 around the single purchase of a game yes OK 单买 单次买 that you played for a couple of years 那这个单次买下来你玩个几年 you played for a couple of years 直到新了出来 until a new one was released 所以第一段就我们的理解这样子 第二段 that model这个模式 quickly became unsustainable as the cost of developing triple A titles rose into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所以这个model很快的就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unsustainable 为什么 因为它光卖一个单 就是单机单板的这样一个游戏 或者甚至是多人连线无作为 反正就是卖你这一笔钱 是不够赚的这样子 OK 所以它变得unsustainable 因为什么呢 所以as被理解为因为 as the cost of developing triple A titles 我们都知道那种3A大厂的游戏场 像暴雪或之类的 所以它的生产游戏的花费 the cost of developing 我们称那种3A游戏 triple A titles rose into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所以就必须花好几亿才能够开发出一个游戏来 赚不回来不行 so this became a bigger issue with games like fortnite 而这个呢 对于像fortnite这种游戏 就是又变成更大的问题了 因为它基本上免费的这样子 而且 而且它又需要很多人来玩才可以 所以 你没有那个user base 也sustain不下去 所以对他们来说 没办法 became a bigger issue with games like fortnite 你说fortnite是什么 你如果听过你的小朋友讲说 我在玩吃鸡就那一个 那那种概念叫做battle royale 所以我们顺便也讲一下这个词 所以游戏方面的这个 这个字不念作royal royal这个字是皇家 那它是royal ok battle royale 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们就被理解为是那种生存者的游戏 像你跟剩下其他的50个49个玩家 你是50个其中之一个或者60个之类的 你就被全部都被丢到一个岛上 那那个岛呢 就大家在那个岛上厮杀 然后最后留下的那个人就赢了这样子 所以有点像那种 所以有点 不是以前有个那个饥饿游戏 那个电影 有没有 呀没错 所以那个概念就变成 在游戏里出现了 所以你是最厉害的人 能够存生存下来的人 你就是胜利者 就是吃鸡的这样子 所以他们江湖上称为吃鸡 所以这个这种游戏就叫做battle royale 所以其实也不止一款 但是我们最熟悉的英文名字叫fortnite ok 那在在很多平台上有 甚至在那个任天堂的switch上都可以玩 好所以像fortnite这种游戏 所以需要很多的玩家才能撑得下去 要是没人玩 你跟你哪里找来剩下49个人 跟你一起被丢到那个地方玩 所以fortnite and other battle royales because they also need large populations of players on at any given time 所以我刚卡了一下 所以他们需要这么多人同时上线 所以这个on是接在前面的部分 they also need large populations of players on at any given time 所以这里的at any given time 才是另外一个便宜 我刚卡了一下 是因为我以为on跟at是走在一起的一个片语 不是 就多看了一眼就知道说不是 那你说你为什么看得出来 因为我就是很熟悉at any given time这个片语 所以我多看了一眼我就知道at跟on是没有走在一起的 那那个on就是online so you need large populations of players online 那用on ok啦at any given time 否则这游戏就完蛋了没人玩吗 or the game will die 没错 好所以呢 because 所以看下一个句子是因为 所以你看到因为就有所以 ok so because a hefty up front price tag might kill the game altogether options were limited 所以对他们来说 对fortnite这种battle royale的游戏来说 你把那个游戏拿去卖给人家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表示入门的门槛高了吗 我完全不懂这个游戏 你要我花个一千多块两千块 买下来然后玩一玩才发现 我根本就吃不了任何一场机 我他妈就是烂 那那你就会卖不出去啊 对不对 好所以这里的这个 如果说一个一个价格很贵 我们前面多半用的贵不见得是expensive 而事实上我我认为在报道里面多半就是不会是expensive 所以那个很贵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词叫做hefty yes ok 这个是不是没有介绍过 但无所谓 我们现在看到他都多看一下 所以hefty可以用在 在价格上 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例如说罚还 好就你你的停车啊 或者你超速啊 被警察开一个单 那那个就叫做 就哇靠 超个数据要三五千块六七千块 但是hefty fine 所以hefty这个字可以算是 就中之类的意思这样子 好所以 because a hefty upfront price tag 所以这个upfront就是你直接要付给我一笔钱 好所以你 你想要玩这个游戏就直接69块美金 so that's a upfront price tag 所以不是后来才付的 就一开始就得付 所以可能就会把这个游戏给宰掉了 因为没有人要玩了 所以呢他们的选项是很有钱的 so because a hefty upfront price tag might kill the game altogether 所以 options were limited 所以他们没有太多选项 所以选项是什么呢 好所以下一个时代就来到了 enter the era of in-game cosmetics 所以这个这个剧子很有趣 就是他看起来像这个起始剧 但或许也可以不用把理解为起始剧 说真的 可是不理解为起始剧你要怎么分析他 还是就把看成起始剧吧 所以什么什么就来了 enter就是进来嘛 这样子所以所以这个在游戏里买皮肤的时代到来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enter the era of in-game cosmetics 所以是游戏中的就in-game 所以他算是一个就行动词片语 in-game 所以你在游戏里的购买 in-game purchase 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概念就是 这种游戏里面的那种购买或干嘛的 多半就是小小一笔一笔钱 你买一个皮肤可能就台币30块或之类的 所以对于很多这个小朋友来说 或玩家来说就觉得 啊这没多大的钱我就买吧 所以他的门槛非常低 那我们因为他是微型的交易 所以他所以这个词也是很常看得到 就叫做microtransaction transaction就交易 那他是微微的microtransaction 所以这是游戏界里面会看到的一些词 好所以这个时代就来了 in-game cosmetics 所以他这里还不用skin这个字 他用的字是游戏中 你可以美化你的角色 啊造型 所以他用的字是化妆品 这个字就是cosmetics OK so this model operates a lot like a freemium model by which games like fortnite will allow anyone to download the play download to play the game for free 这是他打错一个字 好 所以这个model就很像是 刚刚所说的这种免费游戏一样 freemium model 那也就是你可以下载它 by which games like fortnite will allow anyone to download to play the game for free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它玩 but in-game cosmetics like character or gun skins cost money 但是这些 in-game的这些美化的东西 好意思是脚像角色也是 其实OK或者一些枪的一些皮肤 是要花钱的 好 so because many players will often spend 10 dollars or 20 dollars and others will spend hundreds of dollars over the years it ends up often being more profitable than a single upfront purchase 所以因为大家都愿意花个10块20块 甚至是可能是花好几百块 在很多年的这些游戏的生命周期里面 所以呢 到最后就其实比 一个single upfront price tag 还要对游戏公司来说 还要更有赚头 so it ends up often being more profitable than a single upfront purchase 所以这个end up 就到最后却怎么样 end up后面是不能接句子的 所以后面的你就得接一个名词 所以这边才B动词变成B-E-I-N-G so it ends up often being more profitable OK OK 好所以呢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50个表演 为什么会看到这个新闻 因为我其实我在推特上看到 看到有个妈妈说 我收到一台新电脑 可是他没买电脑 他老公也没买电脑 搞了半天是儿子买的 他就觉得儿子是不是在贩毒 怎么会有钱买一台全新的电脑 好几千块 然后他就先把那个电脑没收起来 然后开始质问儿子 Where did your money come from 然后儿子再跟他说 他在平台上交易 Skin赚到了一千多块的美金 然后买了新电脑 好所以这边就有一个网站 网站叫做GameFlip 我不是要promote这个网站 我要讲的其实是Flip这个词 OK 这个网站叫做GameFlip 所以他就是一个gaming的marketplace 所以他卖了这么这么多东西在里面 Virtual In-Game Items 所以这种游戏中的这些物资或之类的 也可以叫像我们刚刚有讲的In-Game Purchase 对不对 还有In-Game Currency 所以游戏币 In-Game Currency 所以这里还有In-Game的Items 这样子 OK所以In-Game这个词还蛮好用的这样子 好所以他就能够去协调大家去做购买 所以GameFlip facilitates sales between In-Game Items 好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这个Flip这个词 好所以Flip这个词虽然我们一般理解为就是翻转 像我的手从这样子翻成这样 I flip my hand Flip 翻 那我们中文是不是也有讲 我今天买一个中古屋 然后翻修一下 然后就可以把它卖到比我买进来的价格还要更高 买个中古屋500万 结果翻个一下变成了800万 应该没有那么夸张 可能变600万之类的 Right 所以我们就称那个动作 这个行为叫做Flip Houses Hey what do you do I flip houses for a living 我就买房子 然后翻修 然后卖 所以这个Flip 就是这个概念 OK 你就过个一手赚到钱 所以说 这个网站取名就取得也非常的有趣 他就叫这个 他的网站就叫GameFlip 所以欢迎你呢 这边买个什么skin 那因为他可能不知道 这个这是官方只有 让50个人可以买 然后就不卖了 所以你有这个skin 说不定你可以把它炒起来 然后卖出去 这样子 所以这种炒的这个概念 我们或许英文最好的词 就是Flip 这样子 OK 好 所以今天算是就教一些这些有趣的字 那游戏里的屁叫做skin 为什么我觉得 我开头 我影片开头说了 年纪越大不见得真的越懂这个世界 我真的不太能理解这个逻辑 我如果今天玩个游戏 我打得很烂 然后我穿了一个 kick ass的一个很棒的新的skin的话 我觉得我只会被我的敌人笑得更难听而已 就像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打篮球 那有人就穿全套的吗 Jordan的或什么 其他那种很厉害的 什么Chris Webber的一些那种球衣 然后打了技术烂爆 我们就会觉得你根本对不起这个球衣啊 那可是现在年轻一点的世代 大概没有这个概念 总之我穿的很kick ass 我就是很屌 我技术再烂都没有关系 总之我的外形造 我有造型 我穿的帅 那就是赢一半了这样子 这或许是用很有趣的精神胜利吧 那老人家不理解 但是也大概不需要理解 反正剩下这个人生 或许也没有多到需要理解这个事情 才能够顺利的运行下去 好 so 你爽就好 好了 这样这里差不多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